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千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374集 蝴蝶夫人根本等不到天亮 她只是回去换了一身衣裳 便心情愉悦地去了密室找凤九儿 当然 凤九儿也知道 她一定是不愿意等的 不过 看到蝴蝶夫人回去 不是休息 而是换衣服 甚至换了个妆容 她就有点目瞪口呆了 那个 我说你一个中年妇人 古中也没什么壮年男子什么的 你打扮得像只花蝴蝶一样 又有什么意思啊 给姑娘们看 凤九儿还真是不怕死 事实上 落在蝴蝶夫人的手里 怕死又有什么用 到头来还不是死 所以 不如大大方方的 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 自己还能舒坦点 可是 你一个几十岁的女人 你让姑娘们看你装扮 人家容易吗 就不用考虑姑娘们的感受了吗 不知道人家每天看着你花枝招展的 很想吐吗 你 蝴蝶夫人也算是个沉稳端庄的女人 没想到被凤九儿短短几句话 就气得脸红耳赤的 这该死的贱丫头 有什么资格指责她的妆容 谁给你解开穴道的 她凌厉的目光 猛地扫向站在一旁的胡双 胡双低垂脑袋 应了声 是属下 啪的一声 火辣辣的一个巴掌 就这样落在了胡双的脸上 胡双站得笔直 被打了个巴掌 依旧面不改色 甚至连一点点哀怨 或者委屈的意思都没有 这个胡双小姐姐 其实真的是个好姐姐 只是可惜了 跟错了主人 凤九儿眼下 略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却又立即笑嘻嘻的 真好 你们自己就内讧了 好玩 凤九儿 死到临头 你还敢乱说话 当真不怕死吗 蝴蝶夫人 当然不会让她高兴 所以就算还在生气 也不会为难胡双 省得让外人看笑话 胡双 胡双瞅了凤九儿一眼 心情有几分复杂 凤九儿故意这么说 是想要保她吗 可是她自己都自身难保 何必还顾及旁人 九儿安静地看着蝴蝶夫人 淡淡道 我要是说怕死 你会放过我吗 哼 你以为呢 蝴蝶夫人冷笑 竟然还指望她 会放过她 是凤九儿太天真 还是她的脸 长得太善良 你别误会啊 你一张怨妇脸 绝对不会是 长得善良 九儿一眼 就看穿她的心思 又笑嘻嘻道 不过呢 夫人你也真的是 怨念太多了 你看你眼角的皱纹 都可以夹死苍蝇了 凤九儿 你说什么 蝴蝶夫人心头一乱 差点抬手 就要一掌打死她 这该死的贱丫头 竟然敢说她 长皱纹了 她什么时候有皱纹了 啊 虽然年纪 是比她大不少 可是 她每日 以花粉花蜜敷脸 每日的保养工作 都做得那么到位 她怎么可能长皱纹 现在这张脸 说她只有十七八岁 也有人相信 谁敢说她老 但眼前 偏偏就有这么一个 不怕死的人 不是吧 你不仅仅一脸皱纹 老太隆重 就连听力都退化了吗 连我说什么都听不清楚啊 凤九儿 睁大一双无辜的眼睛 一脸讶异 大姐 我们才隔了多远 不过十来步的距离呀 凤九儿 你 你该死 她竟然 叫她大姐 凤九儿该死 这个该死的贱丫头 蝴蝶夫人 终于忍不住 一掌推了出去 凤九儿早有防备 立即错步要躲 可她 与蝴蝶夫人的功力 始终还是有一段距离 就算自己 用了最快的速度去躲 依旧 有至少一半的掌力 落在了她的身上 九儿惨叫了一声 被一掌 击到了墙角上 再狠狠地摔了下来 顿时 口吐鲜血 似乎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凤九儿 你还敢不敢乱说话 蝴蝶夫人走了过去 一脚往她身上踹去 可没想到 那个双手原本 被紧紧绑住的凤九儿 竟然在她愤怒出脚的时候 一把抱住了她的小腿 顺势一跃而起 远的距离 凤九儿对蝴蝶夫人 完全没有抵挡能力 蝴蝶夫人的掌力 也实在是太狠 她就是要逼得蝴蝶夫人 气怒不平 来折磨她 果然 只要一靠近 凤九儿就有机会了 蝴蝶夫人这一次 是真的太大意了 连做梦都没想到 会被她 至少七长功力的一掌伤到 凤九儿竟然还能起来 甚至 绑在她手腕上的绳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争断 在她猝不及防之际 凤九儿就像是一条软绵绵的蛇 抱着她的腿 一路而上 眼前 荧光一闪 冷静了这么多年 一向以优雅 端庄形象 试人的蝴蝶夫人 这一次 竟然也吓得花容失色 一掌往凤九儿身上压去 只是为了将她逼退 让她滚开 可谁也没想到 凤九儿竟然可以这么疯狂 这一掌 她硬生生地接了 宁愿挨她一掌 也不让开 那道荧光 却硬生生停了下来 却再也不敢靠近半步 老天 苍天 怎么会这样 夫人的脸 夫人的脸 被凤九儿给毁了 怎么会这样 胡双不敢置信 不忍心看夫人这张脸 只能盯着 倒在地上 还在吐血的凤九儿 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 实在是太拼了 为了毁掉夫人的脸 竟然连自己的命 都可以不要 夫人的脸 夫人这辈子 最珍惜 最在意的脸 真的被毁了 胡双只觉得 连呼吸都困难 不是她的脸被毁 却似乎宁愿被毁的是自己 夫人这一辈子 这么暧昧 如今脸都被毁了 她 她怎么活下去 蝴蝶夫人的双手 不断在颤抖 脸上火辣辣的 鲜血 沿着脸颊 不断地滑落 她却连抬起手来 碰自己的脸 一下都不敢 这画面 看着说不出的 诡异恐怖 说不出的 森寒吓人 她颤抖的手 终于慢慢抬了起来 慢慢地 慢慢地落在自己的脸上 温热的 血腥的 粘稠的 都是她脸上落下来的鲜血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